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周马上要进行连续的超级星期六 超级星期日 超级星期周 这个大选在分秒必争当中 礼拜六国际间所关注这一项盛事 因为12月21号 这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吗 一方面的罢韩50万人 一方面的挺韩 也宣称有30万人 通通没有发生任何零星的冲突 这全台湾第一次罢免高雄市长的游行 当然更是各样的标语 跟各行各业的人走上街头 包括了席老夫佑 在这次罢韩行动当中处处可见 而在挺韩方面 似乎也比较呈现 比较没有那么多元 他们的国旗装全面在尬场当中 我们一一为你还原 当然罢韩人龙 从我们画面当中你看到 从我们画面中看出来 绵延四公里呐喊 光复高雄 保卫台湾 木火烧的背后传达出什么样的重要讯息 那重点是 韩国瑜你自己怎么看 你怎么面对这些人 他们对你的痛恨 他们对你的怨恨 他们对你的抱怨 他们对于你想要罢免 他们想要罢免你 韩国瑜你的反省在哪里 一年了 有没有想想看 正值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这么多人站出来呢 两军对战 韩国瑜到最后视这些人如扣愁吗 一个霹雳火全面在炎烧的同时 韩国瑜你慌了吗 你有没有反省 但是你反而是动员 从画面当中你看到这一方 动员全台各地 来我们从制高点来看一下 这一次韩粉从制高点当中拍到什么样的场景 的确人数也非常壮观 是某一种程度 是不是全台的动员是成功的 因为韩粉35万人来自全台各地游览车 一车一车进入了在高雄 预告什么 这预告在选后会有状况发生吗 来为您邀请这几位关键记者 首先为您介绍 国会观察基金委董事长 杨立明老师 大家好 而这一次Weeked的召集人 在现场全程参与 今天特地来到我们现场 前高雄市文化局局长 尹丽颖局长 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在我左手边是清明党立委的候选人李正浩 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近平 台北平安 网络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来知识媒体文瑞德马上加入我们讨论 首先我们带你重回 在礼拜六 霸函大游行的大现场 人潮挤爆高雄五福路看不见镜头 这时是下午两点左右 霸函游行刚起步不久 空拍画面人潮绵延好几个街口 撑着一条巨无霸布条 光复高雄保卫台湾 底下不少年轻家长一手推娃娃车 一手巨布条 除了官方版民众也自备布条标语 像是一只穿云剑 市长便不见有人拿草包骗子 也有人很直接就写一个字滚 临近的捷运文化中心站 持续有人潮涌出来 下午四点左右 只有队伍前端刚抵达终点 却已经赛爆 利用宪法保障其位 得一个游行的自由 竟然故意共同一天 竟然号召海内外汗的 对抗游行的事情 我在这里宣布 我们在这里 已经创造了50万人走出来了 被奉为抗函战将的 陈伯伟一线山霸函游行队伍里 立刻获得民众热情迎接 中正路下交流道就开始塞了 塞了大概超过半个小时 这代表大家受够了 未来你被罢免之后 我会常常去看你老人家的 陈伯伟炮火不减 直接向韩国瑜肯定会被罢免 怕韩名人从北中南各地集结 言语犀利的还有这一位 他说不是高雄人 不能够来参加游行的时候 我说那我一定要过来 就为了他这句话我就下来了 这个人是台湾的政治政客里面 最品质最低落的一个人 光复高雄 保卫台湾 大喊光复口号 时代力量在地议员黄杰 这次也没缺席 当初报名大概一千人左右 走在每一队的人数 都是超出四五倍以上 所以今天真的是涌入人山人海 吴英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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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现成镜头前的 前北农总经理吴英宁 也特别从彰化南下 替霸函出一份力 今天特别来支持我们高雄人 然后我认为高雄值得更好的市长 霸函游行进球 光束四射 活动尾声这颗大彩蛋 上童四射下 川羽健早就掉海中 荣光照耀我高雄 民众集结一同拿出雷射笔 照射进球 希望汇集成巨大能量 要向韩国瑜宣告 高雄人真的怒了 好怒了还展现在哪里的 手中你看到 这是光复高雄的贴纸 在现场当中抢的最凶 那还包括什么 这是公民歌草行动 怎么样绑在你的身体 不管你的头部啦 你的手背啦 还包括可能当成一个丝巾等等 包括还有一万只霸函的棋子 在现场也被抢光光 现场还拍摄到有人自背LED背包 来继续看现场 大家等一下我再拿一些过来好不好 抢抢抢奏帕 完了拿不到位的 就是这张光复高雄贴纸 25万份的贴纸超抢手 还有这个霸函的棋子 同样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这边呢 光是这个大队之前 就已经挤了非常多的民众 现场集满民众 一万只霸函棋子秒被抢光 还有人自制棋子 写上大大霸函标语 自背棋子还不够 现场还有民众 准备LED包背在身上 除了自背道具外 募资小物也很夯 2000件浮到半小时抢光 帽子 毛巾也被抢翻 霸函连销物都很夯 游行民众挤在超商前七楼 抢买冰冰凉凉的矿泉水 这件位在霸函游行 沿线的超商业者 脑筋动得快 比照跨年规格 把店内一箱箱矿泉水 收银机直接搬到店门口 小心小心 怕不够凉还外叫大拼快 放进塑胶桶内 饮料瞬间降温 隔壁卖尖脚 几名人手根本忙不过来 摊位挤满人 而游行队伍往前走 也路过高雄著名的新绝江商圈 这一阵子可以说是 这整个商圈没落 是没有人的 要看到这样的排队景象 真的非常难得 他们今天也特别多被量 而现场可以看到 非常多的排队民众 不过老板不在摊位上 因为卖到没有货了 当然停不下去要封了吗 没有霸函者的这些生意 霸函民众游行路过停下来 买红豆饼填饱肚子 真的很难得 已经很久没看到了 霸函游行从文化中心出发 沿线店家也借此大发力士 赚比霸函财 好高雄民众想必 心情该是复杂的 发大财 原来在霸函行动当中 竟然意外上演 接下来就带你来看看 另外一方在3.8公里之外 同样在高雄所进行的 另外一个大游行 挺寒的大游行 来原本韩贵说好 要跟民众一起出发 用步行的方式来走到终点 不过临时变卦 改搭车了 他说 因为是有接获国安的情资 有人要对他不利 但是国安局 后来马上打脸了 未来20多天 会有上百万人 上百万人涌进高雄 来这里观光旅游 在台上讲的慷慨激昂 平民要带动台下韩粉情绪 但是这挺寒大游行 男主角韩国瑜 却是在最后一刻才出现 韩国瑜 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和朱立伦 走在队伍最前面 带头挺寒 可是本来游行 预计下午1点11分 是由韩市长跟着群众一起走 却在1点27分 突然决定不走了 又被酸 就连在自己的造势场都老跑 他们也接受到一些的情资 那什么样的情资 当然我们就不便透露 但是文案人员强烈考 强烈建议 韩市长呢 就是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 走路人群一面 造成不必要的风险 第一时间韩办发言人郑兆欣 说是听从 维安人员安全建议 才突然喊咖 不和民众走在一起 可是南下坐镇的 国安局副局长胡莫源 这样说 指挥中心没有做这个传达 所以不是国安局下的决定吗 不是国安地区做的决定 不是 没有没有 没有做这个决定 国安局狠狠打脸 警政署也否认这样的说法 本来游行规划 是从凹子底公园 走到左营微笑公园 将近两个小时 韩市长又去了哪里 似乎就呆在起点附近的派出所 断暂停留 并没有下车 韩办后来改口说是幕僚建议 基于维安考量 就不和民众站在一起 指示主办方下回恐怕得先规划清楚 否则万人相挺 主角却临时改行程 恐怕只会让支持者错愕不已 来站上最前线 看到了50万人 来引力这场游行 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我要先表达我的心情 我是非常累而且感动 因为为了这121的游行 我前几天都没有睡好 因为我想大家都会担心 121当天 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冲突 可是真的很感恩天佑高雄 那一天我也要称赞一下 挺寒的阵营 因为这一次真的是 两边人都很多 而且这一次都是和平落幕 不过我想这两个属性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WeCare大游行 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准备 要罢免韩国瑜市长 那我们为什么要罢免他 就是因为他荒腔走板 那我们都知道民主政治 就是责任政治 他怎么会一个当选 没有几个月就落跑了一个市长 可是你回到这个游行来讲 这个游行在我们8月份就申请 而且在申请之初是一直被刁难 可是他却刻意选在121 跟我们同一天 也办同样的游行 其实这个都造成大量的警力 的一个负荷 那我想这个也多浪费了很多 纳税人的钱 我想这个韩市长要讲清楚 你往前办往后办 都不有这个问题 还好没有发生任何的一个 一个维安上面的一个困扰 那本来和平的游行结束了 两边都很开心 各自也得到我们的诉求的立场 没有想到韩市长不管是事前的刁难 事后第一时间所有的政治领袖 大家都想这是一个很棒 是一个台湾的民主典范 而这个典范能够发生在高雄 我们创造了台湾的民主历史 却他就马上丢出一个遮羞布 而且就在今天早上 对我们发动大量的火力攻击 甚至我们连一个很夸张 早上发动火力攻击 对 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记者会 就直接挑明了 就说对我们有非常多的 很多的一些指教 但是里面有些东西 是完全违反民主常识的 例如说 这个之前有讲说什么 撑香港大队 什么外国人 来参加这罢免活动 是不是这个余情理不合 还是怎么样 之前也讲说外县市来参加我们的游行 余法不合 我完全这是一个非常戒严 跟这种威权的心态 是什么时代了 大家和平礼金互相尊重 大家的游行的诉求 然后他讲这丢的遮羞布 就更夸张了 有谁比你还要丢脸了吗 高雄人选出一个这么丢脸的市长 落跑了 市政荒腔走板 欠债之前一直攻击前朝欠债 欠债只身不减 议会不进去 在他凯道造势的时候 第一个会期总咨询没有结束 第二会期更夸张 10月16号请假 整个预算会期都不在高雄 不在议会 我们刚才讲民主政治责任政治 因为你落跑 因为你所有的政见都跳票 因为你所有的表现荒腔走板 市政停滞不前 这些才是我们要罢免你的原因 所以市民怒吼了 我们在今天有那么多的人站在这个里面 你不管讲人数多少 五千一万你都不用面对吗 更何况是几十万人上街头 来表达我们对你这个市长的愤怒 而且你刚才从那画面里面 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非常多元的 不要再扣我们帽子了 在这里面呢 刚才有没有看到任何一个 民进党的党公子在这里面 没有嘛 也没有任何候选人 因为我们就很清楚 这是一个公民游行 任何的候选人 不准穿你的旗帜背心来 这是我们严格要求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公民 而且是市民的活动 刚才有很多外县市的来支援 可是整个的结构比例里面 应该还是有七八成是高雄在地的 所以高雄人都涌上街头 这个热潮包含在前几天在发帖子 刚才小薰姐这边秀的这个部分 就很清楚 我每一场去发 我曾经在一天连发十场 每一场都是几百人上千人 然后每次都准备好几千份 我们今天有二十几万份的帖子 被人家抢光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政治活动 他已经变成是一个社会运动了 大家都要表达对一个荒腔走板 然后满口谎言 讲话非常夸张 然后一直在做这个攻击的时候 然后吹牛说什么 我们的人数 我真的我很感恩你知道吗 他说你们 你这些特地带这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长长的布条 说是宽有7米 宽其实有12米 12米相当于4层楼高 然后长有210米 大概有70层楼那么高 是这样的材质对不对 我想给大家来看 因为我们是做一个210米的 你拉开让我们来摸摸看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是很轻的 很轻的 而且你们还那个 我看你们还在桥中 几个路口里头 还转弯 这个其实 而且你看其实 如果中间没有人撑的话 他就整个拿了一样 对就拿了一样 对 要是摸起来怎么样 其实还蛮软的 的确 如果我们这样拉 中间没有人一起去扛去撑 他应该就刺下去 可是我们如果开这个 我们看到我们子母框的画面 显然他没有落下去 来导播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光复台湾 光复高雄捍卫台湾 从这个画面当中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我没有看到说 这个布条看起来 其实还蛮平整的样子 对不对 那我想 因为在整个游行里面 他是动态的 OK 我们都知道摄影机的镜头 他其实都可以抓一些 不同的画面 因为你拍摄的时点 镜头的使用 以及你拍摄的角度 都会影响到那个画面 包含也被质疑一个 中央色的画面 因为他是用这个长镜头 高倍率的去压缩 那个画面的压缩感 竟然也被指称 可能是造假 我这对一个国家通讯社 做出这么样 严重的指控 这都很夸张 那先不管我刚才讲 事前的刁难 事后他讲这遮羞布的问题 那我想最丢脸的 就是你这个 落跑市长 我觉得 他现在已经气急败坏 不断在转移焦点 而且只有口水 没有责任 这游行都结束了 结束之后我们想继续 我们推我们罢免的事情 然后就一直在攻击我们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像 另外一次耳机 还有护唇膏的事件 对 你怎么样去掩饰你的 这个民调低落 执政不利 然后呢 你的很多这荒腔走板的作为 最后你用这些东西 你自己弄了一个 谎言的遮羞布 在掩盖你自己 然后去指控别人是遮羞布 你是一个宇宙 全宇宙最厉害的吹牛大王 那被这个吹牛大王 说我们吹牛 我真的倍感荣幸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很清楚 回到这个东西的本质 你就是一个责任政治 是民主政治 你一个市长没有做好你 市长的一个工作跟职责 所以高雄市民怒吼了 站出来要罢免你 这是我们的公民权利 这是我们的公民责任 而且呢 明明我们在6月27号 推动的时候 他6月28号说什么 这是公民权利啊 尊重啊 7月22号 他接受转访的时候说 这是小儿科游戏 我如果做不好 我罢免我自己 大家还记得嘛 所以我那时候隔天 我就送罢免书过去了 结果呢 还是说谎 这个东西都是很清楚的 天下杂志认证 他是全台湾干的 最差的一个市长 然后呢 经济日报认证 他是六都表现最差的市长 更不用现在很多的民调 都显示 有六成以上的高雄人 认为他在高雄的施政 是很差的 大家对他的施政 是非常不满意的 这样子的人 竟然说他做不好 要罢免自己 那赶快啊 我一直在等你的连署书 所以韩国瑜对自己面对这么多的民众 那到底是多少是当地人呢 呃 参与在整个游行 还包括像是温朗东 在现场直起到什么样一个场景 以在地人来看在地人 他呃 那50万人也很多来自于各地吗 也是游行车动员吗 温朗东所看到是什么 接下来3D团队当中 我们继续直起在街头里头 出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年轻人呢 这年轻人呢 那他们加入这一代的年轻人 看出他们的思维跟创意 有人比如说扮成像是小熊维尼 跳跳虎 有人首会霸函T恤 然后大声宣告自己的诉求 要让年轻声音 让更多人看到 还有个非常吸睛呢 就是呃 一个成语烂语冲树 我们看到就在登革热当中 韩国瑜怎么爬树 结果我们看到这位在地年轻人 他也爆红 他特别装扮成韩国瑜的模样 爬到树上去模仿他去视察登革热 那我们呃 也访问了他 结果发现呢 年纪轻轻25岁的他 他说他从来没有支持过韩国瑜 会模仿他这些荒谬的行为 是因为想让韩粉看到 他们竟然选出这样的候选人 来继续看看这个大现场 赶快回家洗洗睡 不要再出来闹了 半寒游行 不只有活力还大搞创意 还有人戴上熊头套 他不是我们的市长 然后呢 然后他很久没有回来了 然后讲的话都乱七八糟 所以我一定要罢免他 要勇敢 既自由 年轻人站上高雄街头 壮大绅士 高跳虎跟小熊维尼也来了 身为一个高雄市长 你做不满 你就想要离开 那我们就只好请你离开了 他做的事情都是很基本的事情 那你说他的团队 有真的认真在做事吗 其实也真的都是 在呼嚨高雄人而已 麻烦你拼一下市政好吗 不要只为了选总统而请假 然后把我们高雄市民放量在这边 今天为了你还走出走出来 不只为高雄发声 还有人穿着罢韩的首绘T恤 直接开掐 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很不够格 对 这个值得我们挺身而出 当然就是让韩国瑜下台 罢免韩国瑜谢谢 高商学生都围在校门口 举牌声援罢韩 年轻朋友用新一代的年轻思维 不光是喊出诉求 更要守护自己的家 来镜头给温朗东 你在游行行列当中 你看到什么 据说你爸爸妈妈 也在这个光复高雄 这八个字的长长布条当中 也撑起这块布是不是 没错这可以说是呢 我这两天最感动的事情 因为他们去年的时候 怎么讲都讲不听 就是要投给韩国瑜 结果呢 经过了这个一年的时间 我们经过我们节目 还有很多人的努力之下 他们终于也就觉醒了 看穿了韩国瑜真面目 那昨天这个景象 我必须要讲 是我高雄看过人最多的一次 什么意思呢 首先 应该在文化中心这附近 我在一点之前 我在附近绕 就发现说 这边的街道 几乎都进空了 从明泉路啊 山多啊 到四围路 人非常的少 那个气氛很像是除夕夜之前 大家赶着要除夕年夜饭 为什么 因为就所有的万人空巷 所有人都挤到文化中心那边去了 这代表什么意思 去的人几乎有七八成 都是在地人 包括我走过去 非常多的民众 也都跟我说他们都是在地 当地的民众 这对韩国瑜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因为表示去到那边的人 这么的多 那些都是有罢免权 所以是真真实实 可以用罢免权把他们罢掉的 然后接下来 这个队伍从一点钟都开始出发 然后但是呢 因为刚刚就分成九个大队嘛 像是引力的话 是第一个大队 We care 后面呢还有所谓的公民歌草啦 还有呢 这个台湾大队 他们是到了两点半 将近三点的时候才要帮他走 为什么 队伍太长了 所以这个绵延漫长的这个队伍 你会看到 这只是文化中心的一个小景而已 只是这个部分 事实上他队伍 我去算过他的长度 大概有2.5公里左右 全部都是人啊 所以呢 这些图伍站上面 其实现在目前所有的空拍图 没有一张可以把所有人都放进去 因为空拍机是没有办法同时收纳 这么长的一个线 将近2.5公里 从这个五幅一路 一直到五幅二路 跟五幅三路的交接口 这边满满的都是人 好那接下来往下看 你会看到说这个人 如此之多 那你相对应之下 你就会发现挺寒的这一边 我也去估算 这是挺寒的这个照片 他这挺寒的照片是哪里呢 这个是博埃二路 跟明城二路 跟博埃二路 这边是复明路 这样的交叉口 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出现非常多的空隙 人已经开始变得稀疏 所以如果挺寒的部分 你用个空拍的角度去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一段路你知道只有多长 它只有350公尺 所以只有七分之一左右的这个长度 所以事实上挺寒的 虽然说他们的旗帜鲜明 非常多红色的旗帜来看 可是如果你从总长度来看 是远远不及于整个罢寒的能量 那再进一步来看说 韩国瑜他就讲说 哇下面是遮羞布 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荒谬 因为那个布 刚张开的时候 底下当然不会有人 人不会从地板上钻出来 他就把捕捉到 刚张开这个布的一刻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手 为什么要举得这么高 因为他把这个布张开 把它往旁边拉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个所谓遮羞布底下 它全部满满的都是人 这个人一数也数不完 根本不像是韩国瑜所说的 底下都是空空如也 那你进一步看 在网路上有非常多民众 自发性的包含WeCare的网页 发上不同的布条的颜色 底下满满都占满人 所以对韩国瑜来讲 他真的心是非常的慌 所以他必须要靠造谣的方式 去增强了他的这个气势 而且更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 一家老小都站出来 所以证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 它是一个跨世代的活动 从婴儿 年轻人 青年世代 包含很多学生在旁边 都一起在那边摇旗呐喊 还有中年人 老年人 全部人都站在一起 来去守护高雄 第二点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爸妈走出来 因为他们是在地人 爸妈要带婴儿出门 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是不方便的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爸妈出来 因为他们都是高雄人 他们过一个街道 就已经到游行这边了 所以是一个在在地地 非常在地化的一个活动 那你进一步去看说 在这个路线之后 我必须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说了这个路线 你看到那个空拍图 你以为他是全部的人 其实不是 真正参与的人数比空拍图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将近在四点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连线 跟棚内有一个连线 连线完之后 我就去赶去公园二路这个地方 参加最后的终点站的部分 但是在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些中老年人 已经慢慢的离开 为什么 因为体力上的关系 所以他们一点钟 参加到在五点钟 要回家吃饭了 但是有更多的年轻人 还有一些人继续去参与 所以人是流动的 有更多的人在后来去参加了这个 将近晚上六点半这个左右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光球 一个活动 所以说你所画面上 所画上看到的人 只是当下最大人数 但在人员流动的过程当中 这场活动的能量 远远超出于大家的一个想象 那在过程当中 你也看到说 其实这样挺含这个游行 让我觉得很难过的是说 他号称说叫大家不要动员 结果发现一车又一车的 这游览车就让动过来 然后这个媒体报导中也提到说 他将近每个人收五百块 当然他们也澄清 他不是给民众五百 是民众要自己给五百 但无论如何 从外地动员 游览车去挺含这件事情 已经是一个非常的事实 在这个事实底下 你会看到叶玉兰 这样的一个不分区立委 他竟然还在他脸书上面说什么 这个有人说呢 这个强弱悬殊高下立判 就是说罢韩这人比较多 结果呢他认为说 这个是学者也在造谣 韩黑学者在造谣 你看到这样的人数 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跟客观分析 你都会知道高雄罢韩能量 是扎扎实实的 真的不了解说 为什么国民党 不分区的一个立委候选人 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更包含是说呢 在韩粉社团 包含国民党市议员游淑慧 还说中央社的这个照片造假 这件事情引起 非常多摄影迷的公分 他说为什么这个招牌 看起来很密集 因为中央社 马上就做出了一个澄清了 这根本就不是造假 他把这个画面的这个 JPG的原始党 PO出来 这个部分是不能够修改的 不能够修改的数据 你可以看到他所使用的器材 所使用的镜头 是70到200mm 这样的一个镜头 意思是说他拉到最远焦距的时候 会产生空间上面的压缩感 这个对于有在玩摄影来讲 这不就是常识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是说 什么刻意的造假 他是用照片扎扎实实拍出来 结果也有民众讲说 中央社也没有特别去碰风 讲包含人特别多 因为有些网友 他都PO出他自己拍的照片 比中央社看到的人数还要多 所以这一连串系列下来 你还可以看到是什么 非常多的这个民众 我相信包含我在内 去的时候有点紧张跟焦虑 怕人数不多 也包含了对韩国瑜这一年来 种种作为这种愤怒 可是我们到现场之后 气氛非常的开心 因为看到这么多人 都愿意站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愤怒一瞬间 就展现成了非常的喜业跟团结 所以我们也相信明年的选举 一定可以守护我们台湾 守护我们的民族 不要忘了事前 还有很多人刻意要制造这个恐慌 来我请教的是李正浩 看到韩国瑜的反省吗 但是我们同步也看到 他是动员全国各地的韩粉 来力挺他 他想要传达出什么 甚至有人在想 难道选后 有什么特殊的状况要发生吗 来你怎么看 是小君姐这场活动 我就看到韩国瑜一个行为 迟到家早退 这就是韩国瑜的行为吗 本来还跟人家打赌说我会走完全程 接着说有违安的关系 接到国安局的情报 所以我没办法走完全程 我得迟到 我在终点站等你们 自己的活动都要能混就混 这就是韩国瑜嘛 那结果后来国安局的打脸 而且是国安局的副局长出来打脸 说国安局没有接受到这个情知 警政署的局长 署长陈家庆也出来说 警政署也没有接到这个情知 所以到目前为止 都不知道为什么韩国瑜要迟到嘛 韩国瑜迟到就算 结果他还早退 明明活动是4点结束 3点48分就被人家发现 他在左营高铁站 不知道为什么要早走 不知道 全部的人 有人努力帮你动员 有人是自发的 我们也不可否认 可是总而言之 你好不容易 拼了全境 那么多人来支持你 你到底为什么要早走 你3点48到左营 了不起搭3点55的高铁 5点29到台北 为什么要到台北 他晚上只有一个行程 叫博恩一夜夜秀 可是问题是那天的行程 已经发行程通知了 7点半才要进棚 瑞稿 8点15开路 所以他中间有两个小时时间 提早到台北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 要去新装吃卫散吗 我也不知道 可是重点是 你明明就可以多待10分钟15分钟 把所有的韩粉都按捺好 你再离开 好好的把一件事情做完 有那么难吗 这韩国瑜自己心态上的问题 连自己的活动都要溜脂大吉酸 这是韩国瑜的状况 来了 另外一个状况 我们谈人数 大家都在谈到底哪边人比较多 我认为 其实这陷入各说各话 当然我们自己 蓝的或是绿的 都会讲说自己人数比较多 那空拍机或许也可以呈现一部分事实 给我提供两个角度 让观众朋友参考 第一个角度 在参与罢韩的人 都是年轻面孔居多 这部分毋庸置疑 参与挺韩的 都是一些长辈 这件事你跟韩国瑜没有关系 关系的是 国民党已经站在一个世代对立面 未来20年到30年 这些罢韩的人 都再也不会支持国民党 甚至国民党提出了高雄市市长人选 这才是关键 因为投票行为研究有太多告诉我们了 我们第一张票投给谁 投给哪个政党 我们未来的行为不容易被改变 所以当国民党这一次 因为提出韩国瑜这样总统候选人 韩国瑜这样的高雄市市长 国民党再度祭太阳花之后 又被推移到这个世代的对立面 国民党未来20年 将没有年轻人支持 这个角度是没有任何偏颇 是完全公正的角度 第二个角度是 两边不是要拼场吗 拼场拼的是人数 拼的是气场 拼的是人场 可是为什么weekend七点结束 可是挺寒的四点就要结束 这个东西就是最经典的嘛 就是说你在事前规划上 因为你的人是动员来的 你四点就必须要坐 游览车要北上嘛 要回家嘛 这些事情就是载机台不过 为什么不能晚一点回家 没有办法 因为会塞车 因为游览车要坐五个小时 才会到台北 有的是台北 还要从花莲来的啊 所以要提早走啊 所以这个是平常是最经典的 如果你都是高雄在地人 你为什么在乎四点一定要离开 我在地人七点离开 七点半离开八点离开 跟八点半离开有差别吗 那如果在乎高雄人的安全 为什么韩国瑜要提早走 你为什么不陪大家 你游行不过四点钟 就游行陪到大家已经平安落幕 你很安心离开 不是很好吗 你不是关心高雄人的安全吗 是 这是第三个韩国瑜 没有江湖道义的地方 怎么把人带出来 叫怎么把人带离开 这我们做社会运动最基本的SOP 最基本的ABC 韩国瑜不顾这些 他把人绕出来 然后自己就跑走了 四点结束不到 他就先去坐高铁了 放那些人待在四点 然后最后去坐游览车 可是状况来了 一边是敢于拼场 愿意在七点 甚至是七点半 甚至八点 都还在那边能量久久不上的 We care 另外一边是四点就开始上游览车 各奔东西 有的往台北 有的往台中 有的往花莲的人 这东西一个叫做政治动员 一个叫做社会运动 小剧姐 这是完全不同的能量展现 当一个活动 从政治动员升华到社会运动化 就像我们过去谈的 万能送中秋 太阳华 甚至以前的红山君 它的能量会大到 一般政治人物或一个政党 没有办法抵抗 我们叫做大势已成 所以我认为这个We care 霸函活动 已经大事已成 第三个我认为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点 民进党其实在礼拜六 你说有没有动员 我认为有在台面下的帮忙 可是台面上的大规模动员 是完全看不到了 那一天陈菊在云林 賴清德在彰化 蔡英文林昌佐跟賴平 在凯达格兰大道开演唱会 而且白天是在新竹 蔡英文 然后晚上 等一下我要让你播凯道 凯道的画面在台北 晚上还有五万人 包括林昌佐 还有像是賴品渝 苏志芬 侯慈悠 会不会这一次是民进党 过半的关键 等一下让你看 礼拜六另外一个大幸 在晚上 还聚集了五万人所代表的异议 是我们想象一个场景 如果民进党真的毛小油 跟韩国为平常 最后在台面上的人 不是引力 比较说不知名 就是霸函四君子 那时候说 在台面上是蔡英文 是賴清德 是林昌佐 是賴品渝 是民进党党主席秘书长们 把那一天所有在云林 新竹 彰化 凯道的所有动员能量 搬到高雄的话 这个场面有得拼 干脆那天就不要大型造势活动 但是不是 禮拜六 在新竹 新竹从白天到傍晚 你看蔡英文所到之处 都是会集的大型造势活动的人 到了晚上跟凯道更似的 但是正好我想请教 你凭什么高雄里头 一次排开在旁边 有李鸿元 然后又有朱立伦 这一次领军 开步走的 这是朱立伦跟张善政 你凭什么去要求 马英九跟吴敦云来捧场 你连你脖都关不掉 他脖子 因为600万 所以怨气不来了 是这样子吗 加分现在气扑扑 不要说韩国瑜要把在加分找 他可能连回家都有困难 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一件对照组 大家可以可供参考 5月30号有个勇敢的人 那个叫吴子佳 他指责了 把王小姐这件事情捅破天了 那后来算证明 私生子这部分是假的 可是王小姐打粉红麻将是真的 李嘉芬打过来 电话要噓 大家不可以讲话 过夜也是真的 这些都是真的 600万 的确有韩国瑜的资金 去帮助他 600万也是真的 所以撞号来了 5月31号 这件事情病康之后 韩国瑜是按捺好李嘉芬 6月1号凯道肇事的时候 李嘉芬是陪同韩国瑜出席的 后面的花莲 云林 每一场招式 韩国瑜跟李嘉芬都是一起出席的 对 换句话说对李嘉芬来说 他是知道王小姐这个人 他也知道他们曾经是粉红麻将咖 可是他能够放下这个心结 这一次的爆料多了一件什么事 这次高雄这么关键 他怎么可以不到呢 600万放不下来啊 小军姐 对于李嘉芬来说 他都专访的时候都说 韩国瑜17年失业 都是我在持家 我在投资 我在养韩国瑜 我努力板桥也买房子 南港也买房子 内湖也买房子 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家 韩国瑜一出手就600万 600万就赞助人家买房子 600万就陪人家去投资 输的算韩国瑜的 赚的算王小姐的 这个李嘉芬怎么受得了 身为一个男生 我想到这个画面 我头皮都发麻 如果是我的老婆 发现这件事 我真的不敢再去邀请他来嘛 想像一个画面 当韩国瑜跟李嘉芬讲说 哎嘉芬明天有活动 我们一起出席好不好 对 嘉芬姐回头冷冷看着他说声 嘘 韩国瑜要怎么回答 韩国瑜要怎么回答 那个画面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所以我认为 最后李嘉芬的气要消 可能还要等几天 但这几天 韩国瑜也没有行程 才几天吗 他今天又没有行程 但是昨天出现在何博文的 新北的选区里头 韩国瑜要不要公开透明一下 你的六百万 面对五十万人走上街头 你到底怎么去回应 你的反省到底在哪里 没有反省 动员全台湾的韩粉在力挺你同时 竟然还羞辱说 这是一个民主的遮羞布 你到底在想什么了 来重回昨天 这是在新北的大现场 霸韩游行人潮 从7.5伏路开始塞爆 双向车道换个角度从空中往下看 写着光复高雄绿色布条 跟着队伍缓缓前进超壮观 四个一天 韩国瑜对罢韩游行赶小事 这么长的一块布 号称五十万人 我们开玩笑讲 这个布里面 是不是有四十八万人躲在下面 两万人在街头 所以我说这一块遮羞布 这么的长 完全没有人想到 会用这种障眼法 似乎对参与游行人数超在意 不只公开对罢韩游行呛瞎 最新脸书PO文 贴上罢韩游行照片 暗缝布条下人潮少 写下台湾民主史上最大的一块遮羞布 一句话酸度破表引来不同立场 网友留言 别的声音就当抹黑 不同的旗帜就说遮羞布 还有网友PO出挺韩游行 拉布条照片 呛遮羞布反击 好我们继续来看所敞开的一个宽 宽有12米 长有210米 210米有多长呢 相当于70层楼 有这么长 这么长 中间还经过许许多多转弯的地方 这一块光复高雄捍卫台湾的布 绵延在1221在高雄街头 韩国瑜你的反省到底是什么 你羞辱这样的民主活动 来好不好想请教 这个尬场 难道不是因为韩国瑜你所来的吗 而现在这个活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平和落幕了 你不是应该要喜悦应该高兴吗 怎么用仇恨的态度 来羞辱这样的民主运动呢 来你怎么看 其实我看到韩国瑜这样的一个表现 跟他的事后的这样一个回应 我真的觉得高雄市民非常的不堪 我相信高雄市民看到有这样的市长 心里的难过 大概是外界所能够难以想象的 为什么 你今天不要说 可以涌入这个50万人上街去罢韩 你知道你担任市长还没满一年 你就已经激起这么多的 不满你的市民走上街头 那不要说30万50万 这个坦白讲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即使是300人500人 对你这么的群情激愤 你当一个市场不用面对吗 更何况是扎扎实实 数十万人站出来 站在街上抗议你罢免你 对你表达抗议 你一个市长没有任何的反省检讨 没有一丝一毫的难过或疼惜 竟然是用这种态度说那是遮羞布 还用这种刺激的方式去对待你的高雄市民 我真的觉得实在是非常的过分 事实上我认为这场游行 这个不管是30万50万也好 这个都是一种民意的展现 所以我绝对这个 我绝对认同说 这一场这个不管是霸函挺海的游行 能够和平落幕 这是台湾民主的进步 但是我要问 人民有进步 你身为高雄市长 身为高雄市的大家长领头羊 你有进步吗 你面对民意的回应你是如何 我事实上在这个1221之前 那前几天我看到引力 在各个地方发那个贴纸 我就知道说这场这个罢免行动 一定很多人走上街头 你去看看光他们发贴纸的时候 那些都是年轻人 没有什么游览车 也不是为了一个便当来的 所有年轻人大排长龙 比在排那个五月天演唱会 什么蔡依林演唱还要热门 你想想看这种愤怒 能够撑起年轻人说 我非要拿到那张贴纸不可 我非要把这个愤怒展现出来不可 你知道拿到那张贴纸出来 那个贴纸一贴 那个就是民怨 可是我看不到韩国瑜他有任何检讨 甚至之前还在那边抹黑 还在污蔑说 你看那个都是民进党在背后动员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如果民进党真的要动员 开玩笑绝对爆场 恐怕比这样的人数多到难以想象 民进党那天不但没有任何的动员 而且你知道那天晚上 凯塔格兰大道刚好举办一个演唱会 那场演唱会也是大概五六万人 就是这个林昌佐他开个演唱会 然后很多这个北部的一些 立委候选人年轻世代 或者像于天大哥也都先去 如果今天我们专注说 我们要动员那一场 开玩笑恐怕那个现场是 你韩国瑜哪里想象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情形 我真的替高雄市民感到难过 不过我话要讲回来 我今天看到这个日本 这个前铸台的代表 赵田他讲 他说这个千万不要轻忽 他说他认为到最后的差距 绝对不是说像现在 今天有一个民调说 已经差到三十几% 我也认为那个不太可能会到这样 我不是说他民调不准 而是说我认为到最后 各个政党一定会有他的基本盘出来 那那个落差会不会这么大 我不认为 但是我希望这场游行之后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个对韩国瑜愤怒的这个声浪 已经这么大了 就掉以轻心 不要忘了 最后的这个投票前夕 每一个人都要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才能够把你的意见 完整的这个呈现出来 否则的话 光是那天站出来罢韩还不够 因为罢韩还不能化为 实质选票的力量 我们希望所有的民众 看到这个场景 1月11号更要出来投票 表达你对韩国瑜的不满跟愤怒 另外让我讲一下李嘉芬 我觉得李嘉芬很奇怪 我会去查一下 嘉芬姐姐她是12月18号 就从美国回台湾 18号就回来了 而且是12月18号的凌晨 我提醒大家 我们都尊重嘉芬姐姐 我也很听她着想 你知道这个 从美国回来有时差 12月18号凌晨回来 如果时差 她又稍微有点年纪 恐怕需要休息一下 就18号一整天休息 再加上19号 也让她一整天休息 甚至于20号 都让她休息一整天 也整整三天 21号的下午 应该可以出来游行 因为这个对韩国瑜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照理讲嘉芬姐姐 应该站出来 可是嘉芬姐姐没有站出来 她从美国回来 她在美国还替韩国瑜 听说她自己讲 包括当地的报纸也都看说 她募了1500万 对 开玩笑募了1500万 结果在那个同时 听到台湾说 原来这个韩国瑜 还汇了600万到 王小姐的二姐的账户里面去 我看恐怕那个心情 还很难调试 时差可以调试 但是心情的落差很难调试 防美之行放在募款 那包括了日前 比如说到菲律宾 到柬埔寨 这一切一切 一直到了美国 都是为了募款吗 那我们觉得很奇怪 韩国瑜在证件发表会当中 不是大骂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吗 你们对外贸易 让台湾陷入孤儿 那韩国瑜 你的太太 如果展开这个美国之行 在这个亚洲之行 甚至未来的非洲之行 不管了 你也展现你们基本 国民党对外的关系的基础 好歹你也告诉我们 除了你募款之外 难道一切都为了募款吗 你到底见了哪些政要 他美国至少见见州长 光够高雄布条下 有没有人拍下的影片会说话 不只从两旁拉住 巨型布条下全是大韩民众 换个角度所有人在布条下不断前进 努力把布条往上撑 非常多 这个不用怀疑 都有图有真相的 人的话当然是越来越多的 甚至我都有看到坐轮椅的 也都冲进去了 在今天现场当中 包括了何波文 包括了WeCare的召集人 引力来到我们现场 国会观察 基金委导师姚立明老师 在我的左手边有李正浩 包括了国民党的 桃源市议员黄近平 温朗东 在一二二一 人就在高雄的现场 包括在一二二一下午四点中 跟我们进行特别报导 共同见证是台湾 命主性的一刻 还包括资深媒体的王瑞德 乌兰公 管你赢多少人 赢一个人就是赢一个人 韩赢还是WeCare赢 其实不是台湾民主的胜利吗 这是不是台湾民主的骄傲 因为没有发生任何的零星冲突 一个罢韩50万 一个挺韩35万 85万人当中 展现的另外一个台湾之光 这是从台湾1996年 民选总统以来难以想像 这种状况 只要发生一点点情形的话 两万群众一定是打起来 在这一次罢韩行动当中 出现了还有 称香港的大队伍